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这一路都处于一种只拍不修片的状态真的很尴尬 马上我要去新西兰徒步10天然后就10月基本上都已经排满了 所以移动修图和剪辑视频变成了刚需真的要升级笔记本电脑了 一直没有更新这台2015款的MacBook Pro 它是i7芯片加16GB内存 其实只是连波老已丧能犯否 疫情前其实有过更新愿望 但我不满意上一代Mac Pro更新出那个像玩具条一样的function bar 而且只有四个雷电接口 那事实证明当时不更新是绝对正确的 一直等待M1芯片出来 结果疫情又来了 天天在家里蹲着 那疫情三年几乎没有移动处理的需求 所以一拖再拖 直到今天 那么来具体看看我为什么买这一台 其实我一直在三个机器当中选择 最新的15寸的MacBook Air 然后有14寸的MacBook Pro 和最后买的这台16英寸MacBook Pro M1 Max芯片配置的是10核CPU和32核GPU 然后有32GB内存加1TB的SSD硬盘 那澳洲的苹果直音店已经没有M1新机销售了 那想长心你就可以选择M2芯片 那么相同配置需要5599澳币 人民币大约27500块吧 那是不是很贵的 总之我下不了手啊 那我看的是2021款的老机器啊 在比如像澳洲的Officeworks 还有同配置新机报价3997澳币 大约19500人民币可以买到 而二手的大约在3500到3800澳币时会很多啊 美国的Adorama上面 居然有全新的32GB内存加512GB硬盘的 16核GPU的低配板打折 只要2000美金 大约人民币14500块 那目前最适合摄影发烧友的笔记本 如果你有渠道可以买到的话啊 那为什么不买Windows啊 我只推荐苹果啊 虽然苹果看着贵 但是耐用啊 10年不淘汰很正常 就像这台服役了已经8年多了 那进行Lightroom加Photoshop的处理 我完全没压力 只是现在跑LRTimelapse和Final Cut Pro剪辑视频力不从心了 那如果只是进行文字处理 我感觉再用10年都够啊 肯定有人说 Windows电脑便宜 呃台式机可能是啊 那笔记本Windows电脑真不便宜 我看了微软啊 戴尔还有技嘉的机关顶配的图形本 基本要 2万甚至3万多啊 关键还是 相应处理能力 而M1和M2芯片针对图像 视频方面做了优化 那摄影师没有理由不选它 和iMac、iPhone以及iPad的隔空传递 更是图片交换文件交换的最佳方法 苹果虽然是个坑啊 不过跳进去之后就不想出来了 我不打游戏 只用来修图 剪辑视频 那看看YouTube、Netflix 偶尔听听音乐以及马兹 那作为摄影师 你还会用笔记本干嘛呢 那我一直拖着不买啊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想等15寸的MacBook Air 那年纪大了呢 真的想轻薄一点的本子 不过等到正式发布后的测评结果 15寸的Air的表现 还不如M1的14寸的MacBook Pro 真的M2和M1芯片没太大区别 不如省下来的钱加内存更靠谱啊 虽然8GB加256GB的乞丐版看上去很便宜 不过加到24GB内存和1TB硬盘后 价格就变成了3400澳币 大约人民币16500 那库克卖内存和硬盘就是抢钱啊 但内存是图形处理的最重要指标 24GB内存只能说勉强够用 而我的iMac都装了64GB内存啊 512GB的硬盘勉强也能用 毕竟现在SSD的这个外置硬盘的价格 已经跌到谷底 我刚刚更新到了2TB的三星T7 只要199澳币大概960人民币 我可以把整个Lightroom的图片库和Final Cut Pro的资源库啊 都放到T7上 不过读取速度会慢很多 到底慢多少 我们用BMCC的软件来测试一下 结果还是挺惊人的啊 不过T7勉强可以支持4K视频剪辑 比老的T3还是快了一倍 你可以试一下自己用的移动硬盘 纳斯存储或者优盘等等啊 看上去很美的读写指标 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除非你经常使用外接显示器 否则呢真的不要考虑13寸的MacBook Pro 我用过团友的13寸的MacBook Pro 操作界面有点不够 Lightroom经常要按Tab键 在全屏幕和工作区之间切换 那Photoshop同样体验 非常不好 起码要选择14寸 因为14寸的屏幕虽然小 但是分辨率很高 可以容纳更多东西 那14寸的ME Pro 如果选择16级笔加一T笔 其实二手价格还是不错的 一万人民币左右应该有机会拿下 不过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台那个 16寸的二手价格也很满意 比一台顶配的15寸的MacBook Air 贵了没贵多少啊 但是性能就强大了太多 它有内置的SD读卡器 绝对提高生产力啊 然后非常熟悉的HDMI接口 方便我在酒店有可能接上液晶电视机做分享 当然在家可以外接显示器剪辑视频 唯一麻烦的只有三个Type-C 没有这个Type-A的USB 目前唯一的障碍就是XQD读卡器以及TF读卡器 要更新到Type-C 或者等我新订的USB Hub来 不过Type-C的确是趋势啊 而目前只能 依赖这种Type-A到Type-C的这种小转接口吧 看着不太靠谱啊 抽合用了 那还好像Z7啊 Z9都直接配了这个Type-C的数据线 那暂时我也可以直接连接相机 导入图片和视频 那16寸的MacBook Air有相当大的这个触控板啊 不过我还是习惯用鼠标 也许是时候改变一下了吧 那直接把iMac的时光机器重新备份到笔记本电脑 不过我的iMac还是Intel芯片的 所以像Photoshop需要重新安装一下 还有一些软件啊滤镜啊 需要重新激活一下 总之我花了半天时间就把工作环境切换到了笔记本 那其他的常用软件都能正常运行 目前唯一不能用的软件就是看到弱加 那程序可以运行 只是执行到堆战最后就报错了 暂时也看不到他们会更新这个软件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 就应该在这台新电脑上面 用Final Cut Pro剪辑的 东西好不好 其实只有自己用过才知道 跑分什么的测评呢 我也不会 我其实只求能够在房车休息的时候 能够把当天拍摄的视频剪辑出来 然后发布到油管 那这次去新西兰徒步就有点想试试看啊 更日常的记录拍摄徒步的过程 那像日记一样的形式来展开啊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总结一下我选择的思路吧 第一 选择苹果笔记本电脑 第二 选择14寸以上的MacBook Pro 第三 内存16GB起步 上不封顶 那第四 硬盘512GB最好一TB 然后外挂这个三星的移动硬盘 第五 要么你第一时间就买新上市的机器 至今没有足够就考虑翻新机和二手机 那这台机器的缺点有没有 有 那可能就是重吧 其实我不会背着它去徒步 那基本上就是丢在行李箱里面拖运 然后放在车子里面运输吧 到了酒店拿出来用就可以 所以说很重其实影响也不大 那尺寸其实没有比我的老机器大多少 之前用的笔记本保护包完全都能装下 都不用换 而且两个摄影包都能放进去啊 液晶屏上面有一个刘海头真的很好啊 节省了我更新摄影包了 那我的选择对你有帮助吗 记得给我点赞啊 有了新笔记本电脑 接下来的视频更新频率肯定会快很多 记得订阅关注我